被昵称为小鸭的日系国产车 排气量仅1500cc 但却有游客来到台东租车公司 租了这辆车之后 在限速70公里的草浦隧道内 标出了161公里的时速 让收到要价12000元罚单的租车业者 是看了傻眼 甚至差点被调照 所幸最后这笔罚款 是由陈租人自行来负担 超步隧道右键车辆超速iFA 但仔细一瞧 这辆被民众广称为小鸭的日系国产车 排气量也不过1500cc 竟有办法狂飙出161公里时速 比限速70公里远远超出了60公里之多 让收到罚单的租车业者好傻眼 我有问过客人他们说 他们曾经开最高是140公里而已 据了解当天前来租车的是一名外地游客 声称要来台东晚三天 向业者租了这辆国产小车 没想到却一路往草谷隧道 北向高速行驶 遭挨罚金一万两千元 业者颇望直言 简直是把国产车当跑车再开 超市60公里上 它分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如果今天是进行举发的部分 车主可以提供驾驶人 那另外一个还要钓扣牌照三个月 这个部分是要处罚车主的 罚钱是小但钓扣牌照可是会影响营运 所限以租赁契约规定 不可规则于车主 至于罚款则会交由乘租人负责缴纳 但草谱隧道超出案件 一桩接一桩 惊人时速夸张数字 不仅危险也伤荷包 谢谢夏家会台东市报道